吃盐多会导致血压升高 而我们中国广大的高血压患者当中 很多人是因为盐吃的多导致的血压升高 今天坐在我身边的是咱们中国高血压领域的知名专家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孙玲玲教授 今天呢我们想跟孙玲玲教授问的问题是 除了明面上咱家炒菜盐罐子里的盐 孙玲这个隐形的盐就是加工类食物 包括我们想都想不到的某些食物里都含盐 您能不能给大家提个醒 对 其实就是你刚才说的隐形盐 在什么食品中你觉得不含盐 但确实含盐的 或者确实咸的 而且你还老吃得多 这是要小心的 比如说面条 面条呢 我说是挂面 因为挂面在加工的时候 它一定要加盐 它可能把这个形成固定的面条 所以呢你也可以感觉到如果我煮完了挂面 你喝那面汤是咸的 是吧 所以挂面不能多吃 特别不能喝那个咸汤 这是一点 另外呢还有一些甜食品 比如说像一些冰淇淋 你觉得这甜的其实里面是含有盐的 对 所以你也不能多吃冰淇淋 特别是孩子根本不能多吃冰淇淋 还有一些炸薯条 那么含的也是多的 还有一些炸油条 油条 别看它是不咸 但是实际上里面只有碱 它含有盐 这些东西吃多了 都会使我们产生这些问题 所以如果你想吃面条 又是我们中国的主餐 你干脆吃擀面 自己去到外面买的面条 自己擀的面 那是你的面粉里的面 做出来 你不加 你不加盐 那是没问题的 但是还有一个方便面 对吧 我记得咱们过去说过 一盒方便面 你把汤喝进去 把面条吃进去 这一天六克以上都不吃 对 是吧 所以别看 有些人天天去包面面 而且一次不知道吃几盒 还更多 那你吃的盐就老了去了 这一天都吃12克盐了 对 所以我们应该注意这些小的东西 其实很多的含有的盐 因为你天天吃 累积在一起 你的盐分率会高 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了 实质上手机前面的朋友们 大家可能对于这个隐形的盐 都有自己的感受 包括调料 包括加工类的肉食 香肠 火腿 等等 等等 实质上含颜量都不低 而手机前头的朋友们 你们在现实生活中还知道哪些食物 其实含颜量挺高的 但是平时看不出来这些隐形的盐含量高的 咱们在评论区 大家把你想到的都可以在评论区写出来 同时也拜托大家在这个平台上 在抖音平台上能够关注一下 孙宁玲教授的抖音号 因为我们二人是共创的这个作品 你可以在共创那关注一下孙宁玲教授 这是咱们国家定级的高区域专家 竟然是我们的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论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